《孙中山去世后》 影射,不涉及任何政治,人民币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在不同面额的人民币上都会印有不同的人物肖像或者山水风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能印在人民币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讲的这个人,廖仲凯,他的肖像也曾被印在人民币上,甚至还被印在了很多的邮票上,那么,这廖仲凯究竟是何许人物呢? 廖仲凯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直至父亲廖竹斌因病去世后,才和母亲回到了老家广东。 母亲带着廖仲凯,投奔了当时在广州给亲政府做事的廖仲凯的叔父廖志岗。 因为廖仲凯的细心培养,廖仲凯才学过人,气女不凡,并且在叔父廖志岗的组合下,廖仲凯娶了香港地产商和代的女儿何湘宁。 值得一提的是,何湘宁对廖仲凯之后的革命道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时,我们国家留学的风气很重,所以廖仲凯也决定出国留学,以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来报效祖国。 但是,廖仲凯和何湘宁生活并不宽裕,这个时候何湘宁不顾所有人反对把自己从娘家带去的珠宝首饰,全卖了送廖仲凯去日本留学。 而在不久后,等何湘宁再攒够了一笔钱,也自己去了日本找廖仲凯,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廖仲凯和何湘宁结识了孙中山先生。 在孙中山先生建立的鸿蒙会的时候,廖仲凯也是帮了不少的忙,之后也曾多次回国,帮助孙中山先生完成各项事宜。 第一,革命的道路是坚信的,廖仲凯陪伴孙中山先生极其起落,甚至在后来被叛变的陈九明软禁。 这一次,好在何湘宁不顾自己生命安全,才救出了廖仲凯。 在这之后,廖仲凯又协助孙中山先生建立了黄埔军校,并在黄埔军校中任职。 当时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呼廖仲凯为黄埔的词语,从这就能看出来,廖仲凯是多么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成功离不开廖仲凯的协助,而廖仲凯的成就,也离不开孙中山先生的庇护。 但是,这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当孙中山先生离世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其实,早在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分歧,和廖仲凯的左派思想不同。 这些人思想封建,崇尚帝国主义,思想严重又轻。 不过,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他们不敢怎样,而现在机会来了。 廖仲凯是个聪明人,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早在孙中山先生病危的时候,廖仲凯就曾对何湘宁说过自己的时间不多。 何湘宁深爱廖仲凯,但他也知道那一天终会来到。 不过,廖仲凯也表示自己是死如归,只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廖仲凯担心孙中山先生的初衷会被右派们抛弃,革命将彻底变质,该来的总会来。 廖仲凯被自己人杀害,而他所担心的革命,也确实被那些人毁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廖仲凯